多謝各位觀眾的愛護 我趁著這個機會 恭祝各位觀眾 心想事成, 萬事聖子 熊錦倫, 你配音有多久? 我配了七年了 我配過有無敵金剛的岳屎迪 貼藝柔情的蘇健身機長 以及功夫編集的金桂祥 我說剛才聖一件事 你經常配小生角色 例如那個小生丫在接吻 那個時候 旁邊當然是一個女配音藝園 那時候你怎麼做? 我想疼她, 不過不行 如果是接吻的時候 我唯有這樣說 自己吃一次 自己吃一次 是什麼? 是香港K100節目的觀眾社 原來他們這麼喜歡看配音節目 是 各位幕後的猛龍好看 麻煩你們向觀眾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我是配猛龍特警隊利山田 祝各位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我呢, 就是配羅津板探訓 我供祝各位龍馬精神 一年好反應 我是配馬龍特警隊的龍草野 在這裡祝各位萬事如意 和標局總標頭趙天豪 我是趙燕鈴 我是趙燕鈴 我是二家姐趙孟嬌 七殺魔孤百素香就是我了 我就是龍山怪獸 我是萬劍仇的朋友 搞甚麼 我是萬乾坤 我是蔡汗燕 我是李文洋 我是鐵姨衛的左金童 各位觀眾 保錶片集全體配音藝員向各位扮演 公眾各位新年快樂 藍天叔, 譬如你在配音的時候 你突然間嘴唇痕 那你怎麼辦 譬如輕微的 我就會… 大家在這裡配我 就會側側臉的 清晰的耳底 如果是嚴重的 就唯有NG再來 那些配音 實際上要很多方面的配合才行 耳朵帶著耳機 聽原來的聲音 眼睛又要看著 那個稿是甚麼 又看著畫面的口型何時開 原來自己要把他的口腔 即是眼、口耳一起用 是呀 實際上還有沒有其他值得要留意的問題 最重要還是他的神情、性格 婆麗 是 很多人在這裡給我們K100 問及有關配音的情形 我請教你向各位觀眾說一說 配音的工作是怎樣 配音也分為很多種工作 最首先就是劇本翻譯 接著要寫對口劇本 很多人都不知道甚麼是對口劇本 實際上英文出來的口型 跟我們中文說的不同 所以要寫劇本對他們 接著要分配角色 之後找音響、音樂和特別的效果 最後的階段就是進行配音的工作 現在有個海王子是會開的卡通片 不如大家一起去看看 好呀, 好極 好 卡通片的海王子是神話故事 現在配上這一幕內容非常緊張 鏡頭摩 看看 整群藝員偷著電視機都緊張了一份 要做到聲音有感情 真的要做戲功夫才行 那些杜麗莎馬 那些布下很快就查到海明在哪處 為鏡頭摩 你還想叫這些布下去找嗎 這裡是控制室 配音邊道和錄音技師做了事 爸爸、媽媽 海明、鹿鹿 你們這麼辛苦才可以大家在一起 為甚麼又一個人走來這裡 在控制室裡面 邊道負責配樂、效果 錄音技師又要控制音質的水準 有時望起上來 就是兩架唱機、三架錄音機一起開動 真是七手八腳做得怎麼樣 發現了 海明了 發現了 海明 佩麗莎, 這房間是甚麼用的 這是我們配口型的工作間 我們這位陳先生在做配口型工作 或者有甚麼問題可以問一問 好, 陳先生 麻煩你解釋一下 甚麼是配口型和他的工作程序是怎樣的 好, 當然外國話和廣東話不同 所以我們要把每一句句句子的口型數出來 然後根據譯本 將那些意思 陷入字數陷入 最重要的是 留意它的動作 以及語氣、感情方面的東西 現在我開始做一段給大家看一看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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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嚇一老爲 好 好 こう 好 好 好 我們用木杖機 即是用這樣 中先生 有時在配音片集裡面 會出現一些 譬如有時 突口型 或是藍變類聲 情形出現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這方面最大問題 都是機器故障問題 以前我們配音 用了四分一吋的 Code Inch帶 但現在我們用了16米的酒瓦帶 當然酒瓦帶是跟這個飛套同步之外 是沒有錯的 應該是100%是對的 所以目前我相信大家都見到 沒有這樣的事出現 是 各位 剛才為各位介紹了配音幕後工作 對了,Maria 我好像覺得總是少了一點 少了一點? 是 讓我想想 我們這次沒有介紹配音效果 是呀, 這個效果方面的配音很重要 我們留待以後有機會再向各位詳細介紹 不如想起上來我們真的少了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令我少了一點? 真的少了 是甚麼? 就是無敵女金剛的主角沈真美 很多觀眾都寫上來問 哦, 你說那個是嗎? 好像進了醫院 進了醫院?甚麼事? 有喜不是有事 原來是喜事 因為原來這位配音藝員叫潘滿酬 他還進醫院生寶寶 是呀, 那個很脆致 是呀, 那個很脆致 是呀, 那他現在在家裡休養著 是呀 那誰所配的角色 現在只可以先找另一個配音 是呀, 那個配音 原來特別是向各位提一下 希望各位留意 不過很快的聲音 有一次會在螢光幕聽得到 是呀, 歡迎收看《涼養女金剛》的觀眾 你們很快就能聽到十五真美的聲音 大家留意偷聽 各位觀眾,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那在新的一年呢 我就恭祝大家財源廣盡, 生意希隆 最重要就是從心所欲 還有就是九馬亨通 各位觀眾 在整年我的願望呢 就是希望多些機會演出 但是最重要呢 都是恭祝各位新年進步 萬事勝意, 龍馬精神 我真年願望呀 快點啦, 唱多些好歌啦 各位觀眾 每年新春祝大家快樂 緊待給新年部的同仁 祝這個世界人間處處歡樂 世界時時太平 每到新的一年呢 似乎有很多願望、恭祝的話 雖然有些人說年年難過、年年過 不過呢, 總之到新的一年開始 都好像太陽在早上升起 就紅心萬丈 是呀, 朝氣勃勃的 希望呢, 我們就做多些事 計劃多多 是呀, 好像K18來講 由這一集開始 已經是現場成為半小時 是呀, 以後呢 我們還會計劃在每一輯裡面 都有一個主題 去介紹幕後的工作情形 例如今次介紹配音工作 也是一樣的 是一個開始 比如說有關藝員的 生活方面的報導 都會加強的 嗯 希望能夠多一點 觀眾的來信 提出多一點的問題 拜拜 再見 再見 展士 兩 continu 也請 一呼 展士 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